好 今儿你也辛苦一天了 早点休息休息吧 妈 您怎么还没睡啊 我睡得着吗 怎么了这是 问我怎么着 我还要问你呢 妈 听说你今天去救人了 小王上给您打的小报告吧 你甭问谁给我打的小报告 我问你呢 是他吧 妈 他们家着火了 他妈心脏病犯了 我正好碰上了送人去医院 这没错吧 我不跟你争对错 说到头你也是做好人好事 就死负伤去了 是吧 爸 我跟你爸商量好了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下周你就要去北戴河 参加入伍前集训 整天在北京这么瞎晃悠 没啥好事 看您那样 就是该好好训训 我爸以为老战友是军医大的领导 北京这医院啊 他都省了 等我爸回来 我就跟他说 再说吧 我心里乱得很 他应该说 对 未经训您的 事财 黄霖 我昨儿跟国华也说了 之前黑子派人蹲我的时候 我当时所有人的面都说了 这都什么时代了 还搞封建那一套 现在流行自由恋爱 不只是不听父母的 天儿哥的 国华的 我的 甭管是谁的 你都别听 你就听你自个儿的 我 我之前 确实爱着很多人的面子 有天哥的 国华的 甚至还有黑子那帮人的 可是最近这段 尤其是天儿哥出事前 跟我说的那些话 我仔细地想了一下 我觉得他说的话吧 也不全对 咱们俩这事 也不是他撮合就能撮合成的 关键还是 关键是什么呀 关键还是得看你自个儿 我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在犹豫 还是有顾虑 我都可以理解 我也不愿意给你压力 国华他也不愿意 我们兄弟俩吧 之前你谁也不认识 多了解了解也不是坏事 我相信国华的心思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事到最后 还是得你自己决定 我们俩都等着 春生 我知道你们都对我好 我心里名劲呢 之前为了忌你 在冰场是我不对 但我的心从来没有变过 春生 你应该能懂 不早了 不早了 我得去医院看我妈了 我跟你一起去 春莲 上车 我们留点 空寻找那里 não sol 但生 ion 录得要余 不断怡 竟然你能就进退 尽快参军 好样的 你看看 咱们儿子又出去了 我以为我听错了 不是是咱家儿子吗 我替你爸表态 我们举双手赞产 但是 我有一个要求 说 我想等着跟恒红灵一块儿入伍 爸 妈 你先听我说完 红灵是一名非常优秀的 小提琴演奏员 天赋好 热爱音乐 打小苦练 基础扎实 他最大的梦想 就是能静闻公团 我相信 如果他能入伍 一定能成长为 最优秀的文艺战士 我希望 我能帮助他实现梦想 这也是我最大的愿望 国华 贺红灵家里的情况 你是知道的 他要入伍 恐怕很难通过 我知道爸 但他父亲是被冤了